現在我們就看 H跟B的關係 磁化率跟磁導率 一般的物質 磁化強度M跟H有以下的關係 就是我們觀察一般的物質有這個關係 這不是導出來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的磁化程度跟H有關 跟H成正比 這就是它的比例常數KiM 這個Ki我們就稱是某物質的磁化率 某物質的磁化率 定義是單位磁場強度的磁化強度 就是你把這個除過來 單位磁強度的磁化強度 這跟物質的性質有關 什麼物質 那這個H都一樣的話呢 它KiM不一樣 好 磁化率 這個 它是一個純數字 就是不明數 它沒有單位的 好 一般我們說 當溫度為定質的時候 順磁物質的磁化率 保持長數 這是順磁跟鐵磁 順磁跟鐵磁 反磁物質那不算 因為反磁物質 它的磁化率 它跟溫度沒有關係 因為順磁物質 它是靠你這個排列整齊 排列整齊 整齊度越大 單位長度 而單位 所以 體積裡頭排列整齊的 分子數越多 磁磁機數越多 那麼 它的KiM 它的Magnetization就越大 這個是 一般 這個順磁物質 可是 溫度升高的話 這個物體會產生 vibration 會產生這個 就是 震盪 Oscillation 一震盪 就破壞了它的整齊度 破壞它的整齊度 的話 就讓這個東西下降 這個一樣 這個下降 溫度上升這個一樣 這個下降 那就表示這個 這個值下降 對不對 所以 順磁物質 鐵磁物質 都會受溫度的影響 但是反磁物質不會 通常這個KiM跟 跟絕對溫度有這個關係 C是一個常數 那這個定律叫做 居離定律 Curie law C稱為距離常數 然而反磁物質的磁化率 跟溫度無關 因為反磁物質 它不是靠它排列整齊不整齊 它是原子的特性 你有外加磁場 它就會產生反方向的這個磁具 所以它跟這個沒有關係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 式子帶到這個定義裡面去 那我們就得什麼呢 B場 是得μ0H 加上 這個寫錯 應該說 應該是μ0M才對 少了一個μ0M 少了一個μ0 這裡少了一個μ0 所以它是μ0 我們把這個M 用這個KiM H帶進去 這是有個μ0 這裡還是有個μ0 就變成這樣子 B場跟H場的關係 然後這個是存數字 這個也是存數字 那我們把這個存數字兩個常數加起來 我們用另外一個常數來代表 用KiM 來代表 那麼B場呢 就得μ0 KiM H 那麼μ0是常數 KiM也是常數 兩個常數相乘 又用另外一個常數 μ來代表 叫做μH 這就是磁場 B跟磁強度H的關係 你說的μ 它就等於μ0KiM 這個名稱叫做permeability 叫某物質的磁導率 μ0呢 就是真空裡面的磁導率 那KiM呢 就是μ比上μ0 KiM又等於E加 CapaM CapaM又等於E加KiM 這個叫相對磁導率 有時候我們 你到這個intermediate course的電磁學 這個是用μR表示 不是用KiM 不是用CapaM 不是用CapaM 用μR表示 有以上的推演結果 我們就知道 如果你H一旦求得 就是用這個H場的安培定率 求得H 它只跟free current有關 你就可以從μH 就從H μH等於B場 來求B 來求B 來求B的G OK 你知道這個H場 求得 又知道這個物質的KiM 或者是它的CapaM 那你就可以 你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 就等於你知道μ了 知道μ了 知道H 知道μ 你就可以求B場 所以有H呢 知道就可以用來求B場 好 現在我們 把這幾個常數 對於順詞、反詞跟鐵詞物質中 它的值都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看 比如說CapaM來講 是CapaM 順詞物質 它只比0大一點點 CapaM你要記得 M 等於CapaM乘H 好 那麼這個是 反詞物質呢 它是這個比0小一點點 比0小一點點 是個負字 那這個呢 1加CapaM 那當然 順詞物質就比1略大 反詞物質呢 比1略小 可是這個就不一樣了 遠大於1 這個如果是 媽媽呼呼當作1的話 這個幾百 或者幾千 上千的 可以 可以 這個 這個 所以 鐵詞物質啊 這個 你要親愛就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 鐵詞物質的這個值啊 所以鐵詞物質啊 你要親愛就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鐵詞物質的這個值啊 大概跟它磁化的過程有關 它不是個定值喔 它磁化到什麼樣的地步 KaM是什麼值 磁化到什麼地步 KapaM是什麼值 有關 所以鐵詞物質很奇怪 這是鐵詞物質 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 現在我們重做剛剛那一題 當中有磁性物質 就是 我現在把它 用Y加磁場 來磁化它 問這個當中的磁場是多少 那現在我們可以用這個詞子 求H長 H長 這個 很好求 那就是你這裡做一個半徑為R的 同心圓啊 啊 那麼這個H呢 跟這個 它也是用右手螺旋定值 定它的單位啊 定它的方向啊 它也是逆時針方向啊 啊 而且這個對稱 所以這個H是一個常數 所以 你這個 左邊的值就等於 R by RH 好 這個要等於什麼呢 free current and closed 那這個都是free current 有N渣 N倍的I 每一渣 線的電流是I 所以我們就可以求出H是等於 Ni over 2 by R 這也可以用小Ni 小N就是單位長度的渣速 方向當然是逆時針方向 用這個用這個 右手螺旋定值可以得到 所以H啊 我們或者用phi來表示 假定出紙面的是Z軸的話 那麼這個方向就是phi的方向 Z為出紙面的 N就是單位長度 讓有多少渣的線 好我們再把這個值 你知道H現在要求B啊 B跟H呢 你或者可以用這個 或者可以用這個 Mu就等於Mu0 KiN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 用這個帶好了 B長呢 等於這個 那H長呢 是這個 或者用 是這個 N就等於 就是Ni了 就少了一個N 真是要命 老是露掉Ni Ni 它就是這個值 B長就求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 如果有B長存 如果有磁性物質存在的時候 我們可以求H長的值 H長的值求出來 帶到這個式子就得到B長的值 可以 好那麼我們現在看 做一個比較 如果我們這個 剛剛那個螺線環當中是空的話 沒有東西 B長就是等於Mu0H 因為它沒有東西嘛 它不能磁化嘛 就是Mu0嘛 對於這個 它是這種值 好 如果當 它有這個磁性物質的話呢 B長是這個值 B長是這個值 它多了一個這個 好 那麼我們把B長跟B0除一除 就是有磁性物質時候的磁場 跟沒有磁性物質的時候的磁場 做一個比較的話呢 這一筆就等於KiM 或者是說B長就等於B0乘KiM 所以以後啊 我們再做順磁物質 可以這麼做 鐵磁不可以這麼做 鐵磁因為這個KiM是跟磁化過程有關 那麽 順磁物質 這是一個定值 這是一個定值 所以我們如果說 在沒有磁性物質存在的地方 它的磁場是多少 如果這些地方通通有磁性物質的話 就換成有磁性物質 那麽它的磁場只要在B0的旁邊 乘一個KiM就可以了 比如說 磁能密度 在真空裡頭是 二分之一μ0平方 二分之一 B0平方 overμ0 在磁性物質裡面呢 就是那個地方不是真空 是通常有某一種磁性物質 假定是順次的 那你就是 μ0的 不是 你就在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有μ0的旁邊乘一個KiM 對 μ0的旁邊乘一個KiM 乘一個KiM 乘一個KappaM 就好了 這個是我們將來做題目有時候都要用到的 好 現在我們看鐵磁性的物質 鐵磁性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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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跟顺值不太一样 那么等等我们看 假定这个圆柱体很长 这个旁边的产生的这个 由这个电流产生的H长 旁边一点点不一样 可以忽略不及 就是把当中当作是一个常数的话 慢慢呼呼当常数 我们刚刚求出来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等于这个 N就是单位长度有多少 绕多少条的线 在顺值现在讲顺值 如果那个圆柱体是顺值的话 它magnetization 就是H乘上KM KM是个常数 OK 那它的磁场呢 就等于μ0H加上μ0M 就是这个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这个 μ0KMH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H是跟电流成正比 电流越大 你这个H厂就越大 H厂越大 OK 好那么 那么 M 是等于KMH 这是常数 那么 你电流越大 H厂越大 当然它的magnetization就越大了 magnetization越大的话呢 你看 它也是跟这个 这个也是常数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B厂也越大 所以 在顺值物质里头 magnetization 跟磁场 还有H厂 就是M跟H B厂跟H的关系 都是属于线性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你看 由于它这个顺值物质 KM我们刚刚表上面看过 它只比0大一点点 而这个呢 是比1大一点点 KM比1大一点点 所以 所以 这个都跟M 都跟M 你看 它跟电流 成正比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这个也越大 电流越大 这个也越大 那么我们增加电流 增加电流 让这个变大 可是 它产生的磁场 不见得会很大 你看 因为它跟它成正比 不管是看这个 还是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 这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是它的邪率 所以它这个邪率小得不得了 邪率小得不得了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了 那现在我们看看 它的B场 B场还是分这两部分 一个就是直接由H场产生的B场 另外一个就是H场 让这个物质磁化以后 这个磁化以后再产生磁场 本身产生磁场 那这个对铁磁物质来说 这个非常非常大 就是它的Kappa 这个上百 甚至于上千 这么大 所以它的关系呢 现在我们看分成B跟H场 这是H场 它分两部分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图其实它是缩小了 应该这个轴 还要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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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邪率很小很小 这个邪率是μ0 10多负7次方 可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这个magnetization 它本身呢 它是等于KiMH 这KiM大得不得了 所以呢 一通电流以后 有一点点H KiM就很大 就让这个m马上就上升到这么大 你看H还在这里了 还在看不出来了 它的 因为这个磁化 已经让它的B场到了这么大了 那么以后呢 到了这里以后 平的这个地方以后 就是它已经饱和了 它所有的磁矩都跟外加磁矩 的方向一样了 你再也没有办法磁化大 它就是平的 可是这个还在磁化大 它是很小了 这10多负7次方了 这两条曲线相加 那就是这一条曲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因此我们说 一个铁磁物质 它的磁化完全靠它本身的特性 所以你要做电磁铁 一定要用铁磁物质 铁固灭的这些 还有一些 合金 如果你不是拿铁来做 你拿一块木头来 那没有用 你再怎么通电呢 只有这一部分 只有这部分 再怎么通电 在B场就是这么小 可是铁磁物质 你一通电呢 它本身就变成这么大 本身就变成这么大 所以这个就是物质的特性 物质有这个特性 其实我们人也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性 你适合做什么工作 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 完全靠你 是看你本身的 你有什么样的天分 你适合做什么工作 所以我们上了这个课以后 各位就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去工作 工作是一辈子 一个事业 你想要有成就的话 就是说 一努力 马上就出人头力 变成这样的 那你就要找到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工作 你这方面有天分 一点就通 一学就会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你找一个行 找一行 你根本就不通的 完全靠努力 努力不是不好 但是你完全靠努力的话 你看 努力个半死 努力了一辈子才到这里 人家是十分钟就到了这里 那你怎么跟人家比 对不对 所以 你们在大学念书 当然你专门 你这个 功课考是很好了 你好好学 另外一方面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多花一点心思 在自己的身上 去认识你自己 你是什么材料 将来适合走什么样的路 这个很重要 你记得我这句话 你适合什么工作适合你 你找到了 找对了这个工作 那么你将来 再努力 还是要努力 就是说你 你即使是磁性物质 还是要充电 对不对 还是要加电流 但是很快 很快就 磁性就很大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课也快到最后了 就是勉励各位 你在大学 不要把时间都花在那里 去嘻嘻哈哈的 聊天 讲一些不痛不痒 以后就根本没有用的话 你多花一点时间 去认识一下你自己 你是什么样的个性 你有什么样的天分 什么样的工作 才是你的兴趣 才是你的 你在这方面 有一些天分 你朝这方面去努力的话 那你这一辈子就会过得很好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磁场 这是磁场 这是H场 磁场这个曲线 它分做两部分 这一部分跟牛零层 这个贡献很小 贡献很小 像这个 只要有一点点的电流 一点点的H场 它马上就磁化到这么大的地步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电磁铁 你一定要找这个铁啦 什么这种材料 你不要拿木头去做 不是说木头不好啊 你做磁铁 当然木头不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块块木的话 那你比这个铁啊 贵的很多 你知道吗 你有你的天分啊 你拿去做 可以做一些 非常高级的家具 那比这个电磁铁 不晓得要名贵多少 所以 你不要把你的 这个天分 埋没了 然后去 盲目的去追求那一些 你不该做的事情 像现在好多人 要去当医生 当医生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兴趣 像我要是当医生 不晓得医生多少人 我写东西都会写错 那我这个开招的话 那不得了 开左眼大概把右眼给挖出来 所以要看个性 那么很重要的 这一部分 最后 我们就看一个磁质现象 如果这是一个铁磁物质 我们通上电流 通上电流 就使这个物质磁化 那么磁化以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曲线 因为你通电流呢 那就会产生H场 对不对 比如说通电流 电流越来越大 交流电 H就上升 有了H场呢 它就有B场 就有B场 就H场 就是B场 大大大大大大上去了 等到你这个电流关闭的时候 电流变小 电流变小呢 那H场就退回来了 H场就会退回来了 但是它的B场怎么样 H场变成零 如果电流变成零 H场变成零 B场还没有变成零 那这个时候这个物体呢 就已经被永久磁化了 永久磁化 如果你是交流电 好继续 在反方向 继续减小 就是零 反方向 变大 那么这个B场就 就远到这个走 所以你走一个回路的话 就说你这个 一个周期的电流 从零 到最大 然后到 再到零 再到最小 然后再回到零 那么它的 回到零 H场一定是零 但是它的B场 就是这么一条路 这么一条路 这个叫做辞质回线 辞质 质就是滞后 就是落后了 那就是说 它比H场还要落后 所以这里都跟H场同步 但是H场回来以后 H场已经降低了 但是B场并没有降得很大 那这叫辞质线降 我们这里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子 这一章我们就到此为止